Zither Harp 以为冰村只是会出现在 美加或南极地区 原来在中国四川 阿巴自治州克水园里面 也有一个隐世冰村 那里就是杂冰村 雪山、森林和草颠于一身的 达古冰川 达古冰川是亚洲罕见的 现代山地冰川 是至今被发现的 世界上海拔最低、面积最大 以及年纪最轻的冰川 有别于其他冰川 达古冰川呈现的形状 多为层层叠叠的文乐形状 长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 除了震撼的冰川景色之外 达古冰川更是一个自然生态区 包括岩阳、凌牛、金丝猴 和藏有猴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都是冰川内的住客 由于距离四川省 汇城都只是270公里 几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 因此又被称为来都市最近的冰川 尽量的痛感 因为我而言 我是釀谈的 这个孩子 洽国的利贡 管理人条 Senhor 许多一切 Mogens 我去承讨 当代增广